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要说的这位君主,他在当皇上之前的三十六年中,一直被人认为是傻子,在当上皇上之后,整顿立志时的唐王朝,出现中兴的小康局面,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小珍馆,给晚唐打上了一抹绝无仅有的辉煌亮彩。 唐宣宗原名李仪,当上皇上后改名为李晨,他是唐宣宗树出的儿子,母亲正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,李晨虽然拥有皇族血统被封为光王, 但是,由于是树出注定是不受众人注视,孤独成长者,他从小就显得郁郁宽欢,目光呆滞,与其他亲王在一起,也是一言不方。 宫中职人多数嘲笑李晨呆笨,唯有他的各个唐墓宗知晓他的聪明,曾说,他是我家的鹦鹉,长大后的李晨,痴呆程度,越发严重。 人们猜测,这可能和他在唐墓宗时期的遭遇,受到惊吓有所致。 当时李晨静公拜望太后,不料撞上有人行刺,虽然此事并未造成人员伤亡,但是在此之后,光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,本来就呆傻的一个人经这一下,肯定被吓成了傻子。 此后,不管在什么场合,为臣成为了王公贵族取笑和捉弄的对象,尽管很多人嘲笑他是傻子,但是他的职责,也就是当时继位唐武宗,觉得这位整天痴呆的皇叔有问题,于是唐武宗准备置他于死地。 当时,唐王朝宦官权势很大,李晨被宦官求拥无所救,并带他出宫。 这些宦官当然不是出于真心,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。 公元846年,唐武宗并威,李晨被囚公武,马元日等人拥戴,出人意料地回到长安,成为唐王朝第十六位皇帝,囚公武等人的目的,是拥立这个傻子做他们的傀儡皇帝,然后,以便于掌握朝政。 机关算计,道都来,只不过是竹篮党。 水一敞空,徒为李晨做了一身好嫁妆。 上台后的李晨神色威严,目光从容,言谈举止沉着有力,决断政务有条不紊,可从前判若两人。 这时,囚公武等人才恍然大悟,明白当年武东为什么要杀这个傻子皇叔,可以他们知道的太晚了。 李晨知道自己的出生是注定当不上皇上的,在这乱世当中,又处于帝王之家,想要活下去,就不要太引人注意,低调才是王道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